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美杨 如果发现一些比较合身的衣服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大部分女生的 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合身的衣服怎么搭配啊 我现在换了一点比较相对合身一点的 看上去整个人的经济神就起来了 在合身的衣服当中啊 我觉得T恤肯定上班有的地方是不能穿的 大部分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带领子的 像这样的肩膀肩线能提起来的话 带领子的一些衣服 有一些姐妹圆肩啊溜肩啊 没有肩线啊肩膀不好看的肩宽的 这种领形呢都很好地把它这个线条拉起来 相对来说面料最好是用稍微硬挺一点 有一点挺力度 能有一点精普的料子都更好看一些 第一套呢我们搭的是一个简约的黑白 就是上班来讲最简单的一个裤子 你看一下这个腰身的一个感觉 会比常规的这种polo或者说常规的衬衫来说 更有一个扩形的感觉 想要束伤去足一点也可以再戴一个眼镜 包包的话呢我选可以是这种 然后这种黑色上面是有一个金属的一个装饰的 小肩包简简单单单的 第二套呢就是有些姐妹不喜欢穿裤子的 也可以配下这种散裙 这个的话是带一点动感的 上半身比较规矩的情况下 下半身带一些比较流动感比较强的 动感比较足的这样子的裙子 整个搭配起来的效果更好一些 鞋子上呢可以选一些尖头的一些装饰的鞋子 我们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高跟 包包就同一个色系吧 跟下半身同一个色系 如果喜欢腰带 比较有腰身一点点的姐妹 可以试一下加一个腰带 同色系就行 第三套呢给大家搭配一下 比较休闲的穿法 上下都是比较色的颜色 那我们配件就考虑一下彩色 第二次我选的是一个绿色 我今天还选绿色 这个绿色搭配起来也很好看 套子呢我就选白色 跟这个有一个呼应的一个效果 那包包还是选择比较彩色一点的感觉 像这种本身带有腰身感的T恤 真的就很好搭理 你都不需要去腰腰线啥的 直接就帮你安排的明明 像这样的彩色 如果你手上啊 有一些那种比较彩的手链 红针的那种款 也都可以戴起来 这些首饰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 今天的话我没有准备太多 最后一套呢 我按我平时的风格 就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比较 中心一点 也比较喜欢酷一点风格的姐妹呢 像这种基础款 我为什么喜欢基础款 就是因为它的可塑性很强 无论你跟什么东西搭配 它都会有出它自己的味道 像这套搭了4分裤 4分裤呢是一个不失帅性 又不会很压身高的这样一个长度 鞋子的话 最后一套嘛就留给自己了 选一些帅一点的靴子 选一些帅一点的眼镜 像这个样子呢 你就算是搭一些比较阔型的西装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阔型的西装 基础款的好处就是 哪怕你做内搭 它一个好塞 这种阔型的西装里面 其实如果你穿一些比较宽的衣服 它会有点不好塞 你像这样子的话很好塞 而且中间有一个腰节点 就是有一个腰盼来的 穿上去也会不会是 OK那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